乌鲁阿潘,卡特尔成员在这片青绿的墨西哥西部的山脚巡视 手中持有枪械和巨链 在虎视眈眈中,无数的货从这里被运往世界各地 卡特尔从中收取保护费或直接控制产业 每年出口的货价值达到24亿美元 未能付款的人将被绑架或暗杀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只听这段话,你认为这个货指的是什么? 大麻,鹰素,还是海洛因,都不是 答案是牛油五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到这个长相奇特与众不同的水果 是如何一步步从无人问津变成如今的超级水果 是其中包含了何种一波三指的营销故事 堆满墨绿的集装箱背后又有怎样枪雨写的森冷内幕 当然也不能忘了我们食品科普APP的身份 在视频的最后,会就牛油果本身的营养价值和减肥功效进行相关阐述 只对此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拖动 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墨西哥的一个古老营地里 觅食归来的男人扛来软体动物,鲨鱼,鸟类和海狮,供营地的成员果腹 偶尔也会带来辣椒和鳄梨,作为调味和脂肪的补充 鳄梨 植翼是像鳄鱼的梨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牛油果 作为鳄梨最大的出产国之一 墨西哥多维高原地形,东吾严寒,下吾酷熟 四季万木长青 也是世界唯一一年可以收获四次鳄梨的产地 然而在20世纪以前,面对如此巨大的产量 当地人对鳄梨的应用却只限于碾磨成酱,占于米片池,论其地位,可以看作是墨西哥版的皮线豆瓣酱 当地大佬们自然不满足于这样的自产自销 而美国的水果大亨们也同样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于是二者一拍即可,他们计划将鳄梨向往美国,且不再作为简单的食物 于是随处可见鳄梨将摇身一变,变成了高端大旗上档次的奢侈品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出示未接生先死 粗暴定位,极外的口感和鳄梨这个让人充满不识的名字 让墨西哥鳄梨在1914年被美国禁止进口 种植者协会将锅甩给了鳄鱼,并给这种水果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即牛油果,这个词源于阿兹台克语 阿兹台克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古老民族 他们认为这样抑郁风情的名字,能让消费者认为这种水果也是与种不同的 当然他们没有说这个词的原意 除此之外,果商赞出了大量研究机构,一篇篇歌颂健康的软文被发表 然而这并没有使恶力的销量有显著提升 20世纪的美国人饱受肥胖困扰,这使得低脂饮食成为健康的代名词 恶力高达15.3%的脂肪含量,显然不会受到欢迎 看了两皮子汇的资本家们,不得不转变策略 他们找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关公司之一,伟达公关 在此不想细介绍这家公司有多牛皮,只举两个例子 2010年上海市部会的官方指定公关公司,是伟达上海分公司 接下这一任务的伟达公关很快便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 1992年的一个早晨,天才萌萌亮,一位独居老太太的家门被敲响了 那是Golden Elliott,当时美国最火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在他身后跟着一位神秘人,编制一篮牛油果 他们为老太太做了一顿加州牛油果煎饼早餐 并送上了一张牛油果面膜 请尽情享受牛油果,因为6月是加州牛油果月 临走前,他们这样说道,这位神秘人就是打扮成卡通牛油果形象的牛油果先生 这件事在当天便登上了纽约时报 在这之后,伟达公关乘胜追击,安排这位牛油果先生不断走学 出席各大脱口秀,综艺节目 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接受这种来自墨西哥的外星古怪的水果 于是,牛油果健康且时尚的人设立足了 但这还没有完,如果说之前的宣传人算是润无戏无声 潜移梦幻地改变人们对牛油果的看法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可以说是打响了决胜的一炮 2015年2月1日的晚上,一个美国中年男人词别朋友早早地回了家 从冰箱拿了一瓶啤酒,选时打开电视 作为橄榄球比赛的狂热粉丝,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天 超级晚,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赛 而在比赛开始之前,他看到了一个时长几分钟的奇怪的广告 就是现在播放的这个 当然,只是一个广告而已 他并不会认为吃牛油果和打橄榄球有什么直接关联 第二年的2月7日,他再度看到了牛油果的广告 心想要不要去试试看 毕竟很多橄榄球运动员的食谱中都加上了牛油果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17年的2月5日 当他再一次观看比赛的时候 手中拿的,已经是抹上了牛油果的吐司面包了 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更多的美国家庭中 2014年美国全年消耗牛油果约12亿磅 2015年就飙升至20亿磅 随后的几年也都保持了高增速 2017年的超级晚当夜,美国人就吃掉了1.2亿磅牛油果 至此,牛油果的形象完成了华丽大逆转 成为健康、减肥和高端的代名词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借着一股电子商务的东风 牛油果的大火也是水道渠成 神仙电商的超高速发展 铺天盖地的文章宣传其神奇功效 美国人都在吃了健康水果这些因素的加成 让无数人对这种水果趋之若鹜 中国人吃水果,量的甜,量的脆 量的像西瓜一样水分足 它基本不符合中国人吃水果的要素 张建说 而如今,这个当初让它有点排斥的水果 却成了它的公司 中国最大水果系销商之一 心头冒的重要进口品类之一 2010年,中国仅进口了两吨牛油果 而到了2018年,恶数字已增长到4.39万吨 这些牛油果将来一周到10天内 分销到酒店、餐厅、身仙电商 以及出现的山姆会员店这类高端超市的货架上 然而在这象征健康和减肥希望的一抹绿色的背后 除了数值不尽的财富以外 还有枪雨血的恐怖 一颗牛油果一年所需要的水达到10万升之多 一个标准游泳池专门水 只够4颗牛油果树一年的消耗 而一颗牛油果树从种植到产果 至少需要4年的时间 简单换算一下 你每吃一个牛油果 需要消耗大概一个浴缸的水 知道这些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自成的销量 是否又会有新的感受呢 四季成熟的特性 来自全球的巨大需求 极其庞大的耗水量 使得当地的果商贪婪地抢夺水资源 增加厄里的种植面积 而这势必导致其他农作物的生产面积大幅缩水 于是原本脱手可得基本食材价格一路上涨 最底层的农民们并不能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 却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 如果没有按时出产足够的厄里 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垄断当地厄里市场的 并不是普通的资本家 而是黑帮 对他们来说 厄里远不像大马海洛因一样 需要承受风险 但它的利润却足以与前者媲美 被称为绿色黄金 2019年8月 米雀肯州恶理产业的中心 乌鲁阿潘被屠杀直救人 他们施行在镇上的三个地方展出 用以震舍竞争对手 和未能按时交货的活动 这就是米雀肯州 一个承担了墨西哥80%产量的地方 斯克卡特尔对这里的主权争夺从未停止 如果你生活在这儿 一定会感受到一种致命的荒诞 包括斯丰格的现代主义房屋的几公里外 是低矮的铁平棚屋 外国公司高所的摩天大楼底下 是被移为平地的森林 在超级晚上展示了昂贵广告牌 见上了被枪杀的农民的鲜血 2018年米雀肯州有1338人被杀 而2019年到10月为止 共有1309例凶杀案发生 但随着物价飞涨 让这里的居民苦不堪言 而可以预见的是 一旦恶理的需求泡沐破裂 等待当地果农的 将是何等黑暗的明天 而到那时 果能抬头望着仓库 等待腐烂的果子 会不会觉得 还不如当初没有出口呢 说完这些沉重的话题 我们再回到恶理本身 恶理的营养价值如何 真的有助于减肥吗 真的健康吗 如果要说健康 自然也不是不行 对于爱吃黄油的美国人而言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恶理 无疑是上加的替代品 极低的果汤含量 也是它被称为超级水果的一大原因 但对减肥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 没有任何一种水果可以用来减肥 15.3%脂肪含的恶理 自然更不行 不用说不饱和脂肪酸 是好脂肪这种胡话 再好 也是一克九大卡 该胖 照样胖 至于其他什么膳食纤维啊 蛋白质啊 朋友 听说过安利 不是不是不是 听说过大豆吧 不过也不必就此对牛肉果批判一番 水果本身没有错 在市场和枪火的背后 水果依然是一万年前 那颗铜辣椒 一起被男人们淡回剥落的水果 喜欢的人 也不必因此有什么心理负担 喜欢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只是没有必要 为了所谓减肥去吃它 很多时候 我们对抗的不是减肥 也不是亚健康 更不是自己 而是无数的营销团队 从平平无奇 到推上神坛 再到众人扒皮 简单的食物背后 是波杂不堪的信息 该吃什么 如何吃 那么多信息 该信谁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还有点意思 可以尝试关注我们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会持续输出 关于食品 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好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猫托正在招人 我们目前需要 两个方面的同学 一加入我们 成为一名科普up主 二有一个运营鬼才的梦想 具体的需求 我们会在评论区置顶 感兴趣的小伙伴 赶紧撕戳我们吧 拜拜